请坐 我们前面的四堂课 用了四个课程 都是讲一个主题 就是讲到救赎 主要的目的是 让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明白 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 到底是什么 所以下次如果人家问你说 到底基督教在信什么 你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 请你千万不要告诉人家说 我很喜欢基督教 我信耶稣基督 是因为我很喜欢基督教里面的气氛 他们的诗歌很好听 还有人讲信了耶稣可以生儿子 千万都不要去这样解释 你要了解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基督 那我们晓得到 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救主的时候 不单单他成为我们救主 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要做我们生命的主 要来管理我们的生命 对不对 那既然他是主人 我们是仆人 那仆人就有个责任 就是要明白主人的心意 你怎么样做才能够讨主人欢喜 是不是 如果像我们家里面有一个印尼的帮佣 如果这个印尼的帮佣 他每天哇从早到晚 他很辛苦在那里煮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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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 很辛苦煮了那菜 结果拿出来之后 我一看每一盘都不能吃 因为他每一盘都给我放辣椒 我根本不吃辣的 虽然他很辛苦做了很多 可是没有办法讨主人的欢喜 是不是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要讨我们天上主人的欢喜 我们就要明白这个主人他喜欢什么 他要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按照他的心意 才能够讨他的欢喜 那神的心意都在哪里呢 就是这本圣经 圣经就是神的心意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每一个基督徒读经是我们的基本功 最基本的 每一个传导人讲到最后都是两件事情 读经跟祷告 有的人讲说这是老生常常 天天都在听 但是这个就是基本功 你一定要去下功夫的 那我们再开始讲到这本圣经之前 我在跟大家讲 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叫做 灵修的读经 为什么呢 因为读经有很多种方式 有的是严经 就是说你可以看参考很多参考书 然后去明白说 这一句话到底在讲什么 它真的意义是什么 那是严经或者是查考圣经 那也有的人读圣经 像我们的墓区前一阵子 我们用一年八九个月的时间 我带着所有的墓区里面 有一些愿意追求的弟兄姊妹 我们用一年八九个月的时间 圣经述读 把圣经全部述读了一遍 那也是一种的方式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呢 重点是在每一天的灵修生活 在每一天的灵修生活里面 你怎么样来读经 我们晓得我们教会里面 有每日经历神这本书 对不对 这是一本很好的书 可以帮助大家开始从 如果你以前不懂得怎么样读圣经 那这本书就帮助你 从人家已经把它写好了 写了告诉你这一段经文里面的重点 到底是什么东西 但是如果你单单依靠每日经历神 有一个很大的危机 如果有一天没有人帮你写了 你怎么办 你就自己不会读了 所以我今天要给大家的一个方式 就告诉你 你要自己从神的话语里面去吸收 你不要单单去靠别人的东西 别人东西可以给你做参考 但是你要学习自己从神的话语里面 去吸收神要给你的 那个对你来讲就是更宝贝的 如果有一天你身边都没有参考书的时候 你仍然可以单单只有这本圣经 你仍然可以去明白神的心意 可以从这里面得着力量 来过我们每天的日子 好我们先来看这本圣经 我们说很宝贝 因为它是神的话语 那我们就看看圣经本身 怎么样来介绍他自己 我们一块来看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 这是圣经自己介绍他 圣经自己来讲 他自己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翻到了之后我们一块来念 来 圣经 好所以说圣经都是神所末世的 末世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末世原文的意思就是神所呼出来的话 就神自己所呼出来 神所讲出来的 所以圣经这一卷书 我们说它的作者一共有三十六位到四十位之多 因为有几卷书我们还不是很确定它的作者 有三十六位到四十位之多的作者 他从第一卷书摩西五经一直到最后一卷书启示录 写完成的这段的时间中间经过了一千六百年到两千年的时间 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但是很特别的是什么 在这么长的时间经过这么多人写 可是整本圣经它是前后呼应 没有矛盾的 今天大家都坐在这边听我讲 对不对 我如果讲完了之后请大家每个人回去 讲说到底今天我上这个课我在讲些什么 我告诉你每一个人讲的重点 写出来的东西都会不一样 是不是 每个人抓着他的动点 有的人很喜欢听一个笑话 他只记得那个笑话 有的人是记得哪个见证 有的人是拿到一句 他觉得很有帮助的话 你看我们只有这么些人在这里 然后呢都在同一个时代里面 都会有很大的差别 可是圣经是经过了一千多年到两千年的时间完成 而且经过了这么多人 那这些人呢背景都不一样的 有的是什么君王 对不对 有的是渔夫 有的是种桑树的 有的是很有学问的 有的是平常小民 都各种不同的背景 可是呢他们只有一个中心的主题 圣经的中心主题就是什么 圣经的中心主题就讲到耶稣基督 以及救恩 这就是圣经的中心主题 所以你知道我们的圣经其实不是百科全数 他并没有把买件东西 每件东西都写在里头 他只是把那条重要的 从旧约一开始你就可以发现 其实神就一直在拣选 一开始神就一直在拣选 记不记得 亚当夏娃他们生的孩子是谁 最早的两个孩子是谁 甘颖跟亚伯 对不对 然后甘颖把亚伯杀了 后来他们又生那个孩子叫什么 赛特 然后圣经就记载赛特的后裔 甘颖的后裔就没有什么去写 对不对 然后你就看他赛特的后裔里面 神也是 他一直拣选都是一个 一条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条线 整个救赎的那条线 跟那个救赎有关系的 他写很多 没有关系很多 他就不再记录了 很多你就没有办法再去看到他详细的记载 所以他就告诉我们 整个圣经那个中心思想 就是告诉我们说 耶稣基督 旧约就告诉我们说 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 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 到了新约就告诉我们说 耶稣基督来了 之后他做了些什么事情 然后他所做的事情 对整个人类的影响又是什么 所以这是整个圣经那个中心思想 那圣经旧约呢 有39卷 39卷 新约有27卷 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 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 大体上是这样子来分的 所以这就是这一卷的圣经 那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培养 读圣经的 每一天的灵修生活 什么叫灵修呢 灵修就是在我们的灵里面 来接触神 每一天我们都要在灵里面 来面对面 见神的面 那叫做灵修生活 灵修生活里面到底做些什么事情 我们来看诗篇第一篇第二节 诗篇第一篇第二节就告诉我们说 他说要昼夜思想什么 神的律法 就是神的话 就是昼夜要思想神的话 所以灵修生活 就是让我们来思想神的话 那么我们再看诗篇五章第三节 五章第三节 好 来 这里说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 就是早晨神你要听我 听我在你面前的祷告 我把我的心意沉迷在你面前 你要来垂听我的祷告 所以其实灵修生活 就是读神的话语 那是神跟我讲话 祷告呢 是我跟神讲话 对不对 神也跟我讲话 我也跟神讲话 这是互动的一个交通 那就是一个灵修的生活 那彼得前书那个我们不翻了 彼得前书那段的经文 其实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爱慕灵奶 好像一个刚刚出世的孩子 他渴慕喝母亲的奶 因为那个奶是他生命的粮食 可以让他成长 我们也是一样 当你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 神的生命刚刚进来 接受进来 你要让神的生命在你里面 茁壮成长 你就要为他属灵的粮食 那就是用神的话来喂养他 所以每一天的灵修生活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人跟神之间 必须要有个共同的语言 如果你跟神没有共同的语言 你就很难去明白神的心意 讲个笑话给你们听 那是我在美国听到的 他说 有一队老先生老太太移民到美国去了 那么白天呢 小孩子们都出去上班 他们两个很无聊 那老先生老太太就说 那我们出去看电影吧 就出去看电影 所以两个就开着车子 就出去看电影 到了电影街呢 他们也不太清楚 那个卖票的地方在哪里 什么样 所以就在到了电影街那边之后 他就慢慢慢慢开一边看 那哪里到底哪个地方是卖票的 慢慢看慢慢看 结果呢就走过来一个警察 那个警察就过来一看 这个人怎么开车 没有按照规矩 车子开得这么慢 在那个地方 然后那个警察就 看他们俩慢慢地 然后就敲敲他的那个窗子 敲敲窗子的时候 然后那个警察就跟那个老先生讲说 Do you want ticket? 就说你是不是要一个罚单呢 你开得这么慢 你没有按照规矩来 然后那个老太太坐旁边一听 哎哟 美国的警察居然还 兼做黄牛 因为他想他要卖 Ticket他要卖电影票给他 所以他还想说 哇这美国的警察兼做黄牛 所以那个老太太赶快跟他讲说 To 他要两张票 他的Ticket是罚单 那老先生老太太 老太太听到Ticket的意思 是那个电影票 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 所以就会有很多的误会 我们跟神之间也是要有共同的语言 不然你会不明白神的意思 你搞了半天还不清楚神的意思在哪里 好来我们来看 那么怎么样来培养灵修生活呢 怎么样来培养灵修生活呢 第一个要有计划 什么叫有计划呢 就是说你要在固定的时间读固定的分量 固定的时间的意思就是说 你自己可以找 你在你一整天的时间里面 哪一段的时间是你最合适的 有的人喜欢一早起来的时候 他可以拿一段时间来好好的读经 祷告清静神 有的人呢喜欢在晚上睡觉之前 他拿那段时间 不会很小心 不要晚上睡觉 常常读经读就睡着了 那也有人喜欢什么 在中午休息的时间 他在办公室里面 那吃完饭之后 那段时间 休息时间 他把那个时间拿来读经 祷告 你自己会晓得 那我自己的习惯以前都是 在先生孩子 先生上班 孩子上学之后 那个时间是我的 那我就用那个时间 来读经祷告 你自己可以去找一个时间 固定的那段时间 然后呢 读经的分量也是固定的 你不要今天一高兴 读了三章五章 然后一停的停 三天五天都不读 不要的 宁愿每一天读少一点 但是是每一天固定的 固定的 一直继续不断的 一直的读下去 第二个 要适合的场地 就是说你要找一个地方 是不受干扰的 可以让你的思想很集中 你不要一边读经 一边眼睛再看那个电脑 看那个网上面 有没有什么新的资讯要进来 你根本没有办法专心 妈妈也是 你不要坐在那边读经的时候 孩子在旁边跑过来跑过去 你眼睛盯着他 然后你根本没有办法读 或者你坐在那厨房 一边读圣经 一边眼睛盯着锅里面的 那个牛肉有没有主胶了 你都不能够专心 你要找一个你能够专心 不受干扰的 思想能够集中的 这样一段时间 然后呢 我要跟你们讲的就是 林道亮院长 那是以前华生的一个院长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今天这个时代的人 都很忙 你要叫他说 拿多少时间来读经 多少时间 大家说我忙忙忙忙 没有时间 但是他说 我跟你们大家挑战 我挑战你们 你一天再忙再忙 你也可以拿出 十五分钟的时间 他十五分钟时间做什么呢 五分钟读经 五分钟祷告 五分钟默想 五分钟读经 读完经之后 五分钟祷告 然后再 五分钟默想 或者说你五分钟读完经之后 五分钟默想 再五分钟祷告 我想这样子的要求 应该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 只是看你要不要做到而已 那所以读经的一个程序呢 是先祷告 开始之后你先祷告 为什么要先祷告 我上次讲了 你读一本书不明白的时候 最好的方式就是问那个作者嘛 对不对 而圣经的作者呢 就是圣灵 所以你先祷告 求真理的圣灵 帮助你进入神的真理 能够明白神的真理 那你就可以读的时候 圣灵会帮助你 能够明白他这里面到底在讲些什么 所以先祷告之后再读经 读完经之后再祷告 后面的祷告呢 就是你对神的一个回应 那怎么样回应呢 等一下我在示范的时候 可以给大家 告诉大家 好 那么我们读经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让我们更认识神 明白神在我身上的旨意 而且可以给我力量 让我的生活得到力量 灵性成长 我们读了圣经 我们就明白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 他喜欢的是什么 他不喜欢的是什么 他喜欢的我就按照他喜欢去做 他不喜欢的我不要去做 免得我得罪他 对不对 那读经也是来寻求神 神在我生命里面的引导 神经上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他会引导我们走我们该走的路 那耶利明讲说我把你的话当作食物吃了 所以神的话我们把它吸收进来之后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 讲到这个耶利明讲说他可以把神的话当食物吃了 我记得有一次我到中国大陆去培训的时候 就中国大陆有一些传道人在一起 我就听到他们讲了一句 讲了一个 他们自己对他们生命的一个看法 我觉得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他就讲 他说我们在中国大陆的传道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注重三个吃 要吃 吃什么东西 吃什么东西 他第一个 吃主 吃东西的吃 吃主 吃主耶稣 吃主的意思是什么 吃主的意思是什么 你怎么能够吃主 吃主的意思其实就是把神的话吃下去吧 把神的话吃下去成为你生命的力量 这叫做吃主 他说第二个呢 叫做吃苦 因为中国大陆我们晓得 他不是传福音那么自由的环境 有的时候你为了传福音 很可能你就要准备 进去做监牢 你就要准备挨鞭子挨打 就要受一些苦 所以第二个是吃苦 第三个 吃什么 第三个 叫吃亏 要吃亏 他说所以我们每个传道人要预备我们的心 第一个是吃主 第二个是吃苦 第三个是吃亏 最难做的是哪个 吃亏 吃亏 吃亏是最难的 是不是 但是他 但是你想这三个基本是什么 你必须先吃主 你才能够有力量去吃苦 对不对 才能够容忍得下 能够吃亏 所以吃主是个基本的 不单单传道人需要 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 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要把神的话当作食物吃了 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 好 第四个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读经 读经的一个心态 第一个叫做爱慕 就是我渴慕 我愿意去明白 神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 而不是读经说 哎呀我如果不读圣经 我心里不平安 不知道我今天不读圣经 大概我出去就会出车祸 要不然我今天做事情 大概就不顺利 不是这样子的 读经的目的 不是到神面前去 跟神报道说 神让我读了圣经了 工作做完了 可以了 不是的 是我渴慕 我渴慕去听进你 渴慕去明白神你的心意 是个爱慕神的话语的一个心 第二个是前进 进前的心是什么意思 我去读的时候 也许有一些话我不明白 到底在讲些什么 但是我知道 那是因为我的智慧不够 而不是因为圣经有什么错误 所以我不是用一个批判的态度来读 有的人讲说 五饼二鱼 未保五千人 那不是神的话 那是神话 所以他就不相信 如果你是用批判的态度来读的话 你当然你就没有办法去了解 圣经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第三个 就是要用祷告的心读 当你一边读的时候 你一边祷告 求圣灵来开你心中的眼睛 那你能够明白神的话语 你才能够进到神的话语里头去 第四个就是默想 默想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 很多时候一早起来读圣经 匆匆忙忙的读读读读读完了 好出去上班也好 做事情也好 等到你下午回来 下班回到家的时候 你再想想看 早上我读的是什么 忘记了 根本就不记得了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到后来就不读了 因为读了也是忘记 那他干脆不要浪费时间 还是不读算了 因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在读的时候 没有经过默想 所以你很快的读过去 读完了之后 等一下 然后你知道我们脑子 你就接触别的事情 上班 你又把很多的事情进到脑子去 你就把那些神的话 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所以到了晚上想 哎呀早上读了什么 真的都想不起来 那我们等一下就是帮助大家 要记得 读经之后 一定要默想 就好像你吃东西的时候 你一定要嚼 你嚼得越细 你的吸收越好 对不对 你就胡人吞下去的时候 那个吸收是很少的 一定要去好好地阻绝它 才能够有好的吸收 最后 我们读圣经呢 要有系统 所以读圣经不是今天高兴 它翻到哪里 就读哪里 明天又随便翻一页 又读到哪里 不是这样子翻的 如果这样子翻 哪一天你翻到 那个犹大出去上吊死了 你就惨了 你随便翻 随便点着念 哪一天你就点到那个 圣经不是这样读的 一定是按照章 按照节 按照有系统的 一章一节 这样子来读 那才是真正的 读经的一个态度 那我们一直 刚才一直跟大家讲 就是说默想是很重要 那很多人就讲说 那怎么样想呢 读完了经之后 你要叫我怎么想呢 我不会想 默想其实下面 我就是有几个问题 可以帮助大家去默想 第一个问题 你思考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读了这段经文之后 你想想看 在这段经文里面 有没有告诉你一些 关于三位一体真神的真理 你知不知道 你所信的这位神 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神 有没有告诉你 这方面的真理 第二个 你默想的问题就是说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有哪一些榜样 是你可以学习的 或者说 有哪一些见解 是你不要去犯的 你要去注意的 你要去想看 这里面到底 有没有提到这些 然后你想想说 神 你今天让我读了这段经文 你要告诉我什么 是有什么功课 你要我学 你提醒我些什么东西 要改的 或者你催逼我去做一些 我该做的 或者这段经文里面 你借着今天我所读的经文 你跟我讲了什么东西 这个才是读经 真正的一个重点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要来做一个范例 让大家来看 怎么样来从神的话语里面 自己来吸收 神要给我们的话语 我们用马太福音第一章 马太福音第一章 我们晓得马太福音前面 第一章前面都是家谱 讲到耶稣基督 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也就是说 他就是旧约所应许的 那位弥赛亚 讲到他后裔 所以家谱呢 从一到十七节这一段 我们就跳过去 我们不看他 我们从十八节 到二十五节 短短的几节经文 我们来示范 怎么样从神的话语里面 来吸收 好 我们大家一起来念 但是请你们用慢一点的速度 来读 一边读的时候 一边想想 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些什么 好不好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 记在下面 他母亲玛利亚 已经许配了约瑟 还没有迎娶 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 不愿意明明地修路她 想要暗暗地把她修了 正思念这事的时候 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 说大魏的子孙约瑟 不要怕 只管娶过你的妻子 玛利亚来 因她所怀的孕 是从圣灵来的 她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她洗礼教耶稣 令她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一切的事成就 只要一念 不见现实所说的话 除了必有同于怀孕生子 人要称她的名为 以以玛内力 以玛内力搬出来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约瑟醒了 现在就顺着主使者恨怒 把祭祀祀过来 只是没有和祂同望 恨祂生了儿子 就给他洗礼教耶稣 好 请问这一段经文 在记载些什么 记载什么 耶稣降生的这一段事情 对不对 那么这里面提到了哪些人物 玛利亚 约瑟 还有谁 天使 还有呢 玛利亚 约瑟 就耶稣的父母 还有神的使者 讲到大卫是讲到说 约瑟是大卫的子孙 好 这一段的经文 短短的只有几节 还不到十节的经文 现在我要大家来学习 怎么样用这段经文 来默想神的话语 从里面得到帮助 我给大家五分钟的时间 请你按照刚才我给你们的思考的问题 这段经文里面有哪些关于圣父圣子圣灵的真理 你把它写下来 哪一节你要写 哪一节讲到圣父圣灵 哪一节讲到圣子 哪一节讲到圣灵 你把它写下来 然后讲到哪一方面的神性 第二个 有哪一些的榜样 或者见解 是你可以学习的 然后神借着这段经文 要你做的是回应是什么 我给大家五分钟的时间 你把它写下来 你自己来默想这一段的经文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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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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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叫你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OK 耶稣他是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 这是我们所信的神 他是可以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的神 还有没有 心中所思所思所思所想的 所以他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 好 那么其实还有没关系 十八节说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 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 还没有迎娶 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请问人有没有办法让童女怀孕 没有 所以玛利亚是从圣灵怀孕的 圣灵就是我们所信的神 对不对 所以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 是可以做我们人做不到事情的 他是一位 圣经上说他是一位无所不能的神 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所以不管你今天面临什么样的难处 你都可以把他交给神 因为他是那位 没有事情不能够解决的神 所以第一个记得 我们的神是一位无所不能的一位神 第二十九节说 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 不愿意明明的羞怒他 想要暗暗的把他羞怒 好 在这里面 约瑟在他的身上 是有很多的榜样可以学习 第一个 约瑟是个义人 义人的意思是什么 上次我讲过对不对 义人意思是说他没有犯罪吗 义人的意思是什么 义人的意思是他遵守所有摩西律法的规定 该献祭的 该守节的 该 该 该禁食祷告的 该奉献的 摩西律法的规定里面该做的事情 他都去遵行了 那叫做义人 不愿意明明的羞怒他 因为你的未婚妻怀孕了 你知道不是你的 那你一定是直觉的反应就是说这个女孩子犯罪了 对不对 他犯了淫乱罪 在当时那个时代 如果玛利亚真的是犯淫乱罪的话 约瑟他有权利可以公众的羞怒他 然后他可以丢第一块石头 别人一起丢石头把玛利亚打死 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就看到说 约瑟他有一个非常宽广的心 对不对 他没有说得理不饶人 然后他只是想要暗暗的把他修了 就算了 所以我们就看到 约瑟是一个心胸很广大的一个人 没有在人家的罪上去渲染 然后去把人家的那些东西都挖出来 不是这样子一个人 很有一个宽容的心 二十节说 正思念这事的时候 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 大魏的子孙约瑟不要怕 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 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这里中文的翻译说正思念 他原文的意思是莫道 他在为这件事情祷告 所以这也是我们可以从约瑟身上学习的 当他碰到事情的时候 他不是凭着肉体的一种冲动 哇 这家伙这么对不起我 你居然做这种事情 管他三七二十一 我就把你抓起来就做 他没有凭他自己肉体的冲动 而是什么 他把这件事情在祷告里面交托给神 这也是我们今天可该学的 对不对 我们常常都是反应太快 马上事情来了 我们的老我就出来了 我们老我上次讲的很难死的 对不对 很快又出来了 一下子火大了 他又跑出来了 约瑟不是的 约瑟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他是默默的祷告 他寻求神的带领 寻求神的意思 那他的祷告神听见了没有 神有没有回应 有 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位会回应我们祷告的神 对不对 他一祷告 神就派他的使者来 就向他梦中显现 告诉他事情的真相 而且像刚才那位姊妹所讲的 他知道约瑟心里面有害怕 因为他不晓得到底什么样 什么事情 然后他告诉约瑟说 不要怕 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 所以我们的主是会回应我们祷告的神 而且他也会引导我们 告诉我们该怎么样走 该怎么样做 对不对 他就告诉约瑟说 你去把他娶过来没有关系 因为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他告诉约瑟该怎么样做 21节说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句话就是 我们常常讲的 耶稣是救主 就从这里来的 所以我们所信的这位神 他是可以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 所以今天不管你落在什么样的一个罪的捆绑里头 有的人被情欲的罪所捆绑 有的人被赌博的罪所捆绑 有的人被贪心的罪所捆绑 有的人在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东西来捆绑你 你自己胜不过 甚至有的人是被骄傲的罪所捆绑 被嫉妒的罪所捆绑 不管是什么样的罪在你的生命里面捆绑你 你都可以祷告跟主耶稣讲说 主耶稣啊 你就是那位要来把我从罪里面拯救出来的主 我自己我没有办法胜过这些 求你给我你的力量 靠着你让我能够胜过这些罪 能够脱离这些罪在我生命里面的权势 让我能够靠着你 能够从这个罪的捆绑里面出来 因为他是要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的那位救主 好 二十二节说 这一切的事成就 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人要称她的名为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翻出来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这一切的事成就 是什么事情成就呢 就是为童女怀孕生子这件事情 他说是应验主在旧约的时代 借着先知就已经预言了这件事情 是借着哪一个先知呢 是借着以赛亚先知 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七章 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 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 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 来 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 好 这是先知以赛亚 他就已经预言了这件事情 你知道先知以赛亚 预言这件事情之后 到耶稣基督真正的降生 中间有隔了多久的时间吗 中间隔了七百年 七百年的时间 所以当我们读这句话说要应验 我们亲近神 神就亲近你们 你真的去亲近祂 你就可以尽力神亲近你 圣经上说施比受更有福 你真的去施你就得着了神要给你的那个福分 就是说神所说的话 祂自己会守 祂是信实的 祂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我们很放心按照神的话语去做 就能够得着神所应许给我们这些福分 所以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一位信实的神 祂说人要称祂的名为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 神与我们同在 神与我们同在 所以你要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神 祂不是高高在上 在不理我们的 不是的 祂是愿意怎么样 愿意跟我们同在的一位神 你喜不喜欢神跟你同在 喜欢 当神跟我们同在的时候 我们就有什么 有平安 对不对 我们有保护 有引导 有看顾 都有 但是同样的 当你知道神跟你同在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有一点害怕 有没有 因为神在你旁边 虽然你看不见 你说的 你做的 每一件事情 每一句话 神都看见了 神都听到了 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提醒 是不是要谨慎 不要随便说 随便做 你以为反正没人看见 没人听见 没关系 神都看到 神都听到了 所以要知道这位神是愿意跟我们同在的神 祂也是随时在见察我们的神 好 这讲到我们所信的这位神 二十四节说 约瑟醒了起来 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 把妻子娶过来 只是没有和他同房 等他生了儿子 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这里面很明显地看见 约瑟是一个很顺服的一个人 不单单他顺服 而且他顺服是什么样的顺服 就 有没有看到 醒了起来 就遵着 他的顺服是马上的顺服 我们有时候明白神的心意还问说 神啊 干嘛叫我不叫他呢 为什么是我呢 我们常常都还要跟神讨价还价 约瑟没有 约瑟没有问说 神啊 这女的大肚子还叫我把他取过来 不是人家会笑我吗 不是很吃亏吗 他都没有 他知道了神的心意之后 他就就 他的顺服是马上的顺服 这也是我们要学习 从约瑟的身上可以来学习的功课 所以你看 其实我是很快的 只是这样走一遍 但是走一遍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无所不能的神 我们所信的神 他是救主要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的神 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信实的神 他是会解决我们罪的神 他也是一位以马内利 愿意跟我们同在的神 他也是会指示我们道路的神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他也会回应我们祷告的一位神 有哪一些榜样呢 从约瑟身上我们学习的榜样是 要学习约瑟一样有个广大的心 记不记得神给所罗门智慧之外 还给他什么 一个宽广的心 一个广大的心 约瑟就是有个广大的心 而且约瑟马上的顺服 还有约瑟他碰到重大的事情的时候 他没有凭着肉体去决定他乃是什么 把事情带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寻求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 从他们身上可以学习的 那么讲了这么多 你觉得今天神借着这一段经文 要你做什么 每一个人可能不同 也许有的人神提醒你说 你应该顺服 你不要再跟神摔跤了 你不要再问神说为什么是我 也许有的人神是鼓励你 告诉你说不要怕 祂是掌管一切的主 你放心把你的难处交给祂 也许对有一些人 神给你的话语是什么 祂是一位要把你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的神 把你自己胜不过的那些罪 交在神的手中 让神来掌管你的生命 祂来给你力量 能够胜过这些 其实每一个人神给你的话语 可能都不一样 我不知道你自己会晓得 你好好想一想 你读了这段经文之后 神到底借着这段经文 告诉你些什么 要你选些什么 这就是我们每一天 灵修的读经 应该是这样子 当你如果每一天你这样子读 你就会喜欢去读 因为每一天你要读 打开圣经的时候 你有一个期待 期待什么 神你今天要跟我讲什么 好像一个孩子 每次到爸爸面前 爸爸都有一些教导 所以他很渴慕 每天到爸爸面前 我都可以去学一些好的东西 得到一些对我生命有益处的 所以你就会去渴慕读神的话语 因为你知道 每一次我到神面前的时候 神都会有一些教导 对我生命是有益处的 你才会渴慕去读 不然很多人不爱读圣经 为什么 很多人说我读不懂 我就不读了 其实你读不懂没有关系 你就按照你读懂的那些 你去了解就够了 不懂的你就把它放在一边 就把它跳过去 都没有关系 我不相信说其他的你读 你全篇都不懂 不会的 你不懂的就放到一边去 你就按照你这些懂的 吸收到那些懂的 按照那些懂的那些去做 就够了 那你每一天这样子 你想想看 一天两天三天 你对神的认识就越来越多 你对神的话语也越来越多 而且如果可能的话 你就在你所读的经文里面 选一节的经文 或者一段的经文 或者一句的经文 把它背起来 像第一章 刚才我们读的 很多人喜欢背什么呢 尼玛内地翻出来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很多人很喜欢这一句 所以就记得这一句 也有人喜欢什么 耶稣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你就记得那一句 所以那一天你就反复的思想这一句 然后这句话就成为 就听到你的脑子里面去了 等到需要的时候 神的话就会出来帮助你 你每一天背一节 你想想看 背一句 一年你就有三百六十五句 神的话在里头 所以常常鼓励大家要背神的话 背神的话就是这样 然后读完了圣经之后 我们刚刚讲了 读经之前祷告 然后读经最后怎么样 再祷告对不对 你现在最后的祷告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 你所领受的来祷告 耶稣谢谢你 借着今天的圣经节 你提醒我要顺服 不单单顺服 是立即的顺服 像约瑟一样 神你知道我是个比较 这个个性比较降的 不是很容易顺服的人 求神你帮助我 你的圣灵来引导我 让我明白你心意的时候 我就愿意顺服在神你的面前 那就是我今天所学的功课 你就可以用这个 成为你的一个回应的祷告 才不至于很多基督徒 每天的祷告是什么 神啊求你保守我 保守我的孩子 保守我先生 保守我的家 保守我的天天都是这几个 祷告来祷告去都是这几样事情 我们要扩张我们祷告的内容 扩张我们祷告的内容 当你这样子去祷告的时候 你的祷告也比较有味道 你被整天自己好像在念经一样 念来保守 保守保守完了 念来念去都是这几句话 所以好好的灵修 是可以帮助我们灵气 在神面前都很好的成长 我不晓得这样子讲 对大家 会不会提起一点 大家读经的兴趣 比较肯说 多花一点时间好好去读经 其实也没有花很多时间 对不对 你就想你去读这18到25节 一共才几节 你才花多好的时间 那你每一天念一章 其实花不了多好的时间 然后你就用这样的方式好好去默想一下 这段经文里面有哪一些关于神的真理 有哪一些关于可以学习的或者可以作为见解的 然后看看神今天借着这段经文提醒我些什么东西 也许有的时候是要叫我离开一些神不喜欢的事情 那也有的时候神是推逼我去做一些我该做的事情 每一天神会有不同的带领 那对基督徒来讲 常常我们读圣经就会经历 神在我们身里面会有很特别很特别很奇妙的带领 最后我讲一个见证就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 我先生是菲律宾的华侨 大家都晓得张钊老师菲律宾华侨 那菲律宾也是一个治安非常不好的一个国家 那有一年呢 我一个小叔就被绑票了 被那个时候 那一阵子就是菲律宾绑票很乱的时候呢 我们大家就提醒叫所有的兄弟姐妹 大家进出都要小心不要太晚回来 那因为她还没结婚 那正好那时候在菲律宾选这个亚洲小姐 那么她妈就跑去 跟这些亚洲小姐去搞来搞去 搞不懂 那很晚才回家 那因为平常她都有司机 那第二天因为一早呢 她有一个会 所以她就很早就叫司机走了 她说第二天一早才来 所以等到第二天司机来的时候 发现哇 她前一天晚上没回来 那我们就发现 知道说她前一天没回来的时候 就晓得这个不是什么好消息 那所以第二天 他们上班了 那我先生就把她所有的兄弟姐妹 大家都找来 那大家就祷告 说怎么办 那就先是到各个医院 到各个警察局去看看 有没有什么车祸的啦 有什么什么事情去打 有没有什么都没有 到了十点多钟 电话就进来了 那个电话进来就说找你们公司负责人 那我先生就去接电话 然后就问她说你是谁 她说我告诉你啊 你弟弟现在在我手里 那我先生还说 哦那你是他的朋友啊 他现在在你那里啊 那个人一看你这个人真不上道 所以她就跟他讲 他就跟他讲 这就是绑票啦 你这笨的要 他就这样绑票 他就跟他讲 所以我先生就跟他讲说 好你们要钱 我们要人 你如果你 因为那个时候常常撕票了 如果你对我的弟弟 就说我们要他活着 如果你伤害了他 我们不会放过你的 然后就开始了 漫长的一个礼拜 八天的时间的 讨价还价 讨价还价 然后中间就是 一下这样我们去拿车子 一下这样吧 中间搞来搞去 搞来搞去 搞了很久 那么当他们知道 这件事情之后 所有大家不晓得说 该怎么办 确定他被绑了 然后兄弟姊妹 大家在办公室里面 能够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跪下来祷告了 所以大家就全部跪下来祷告 祷告完了之后 我先生就跟他 另外一个弟弟就讲说 你去找国防部长 告诉他说 那个Alan 就是我另外一个小叔 他被绑了 看他怎么样来帮我们 就说国防部长 因为他们很好的交情 他指导之后 他就派了一队 专门处理这种危机事件的 一队的人来 来公司里面 电话啦 又录音啦 又什么搞的 搞的 大队 然后呢 那一边我们在跟绑匪 吵架玩架 一边这边 军队的人就开始出来 在监听 或在发生了 一直到最后 到了第八天 绑匪不耐烦了 我们也很害怕说 他会失票 所以我们就谈价钱 就谈到一个数字 然后我就说 好 给他 给他钱 然后呢 我们就去 装了两个大队 在这边的钱 换在这边 装了钱之后 那个绑匪就打电话进来 我先说 我要跟我弟弟讲话 确定他还活着 他讲了两句话 他知道他还活着 然后那个绑匪就说 你等我下一通电话 告诉你 哪里叫钱 然后他们兄弟姊妹 看着那两大袋的钱 然后其实那是最危险的时候 因为常常拿了钱 就失票 所以大家 再跪下来祷告 就祷告的时候 就祷告神 祷告还不到五分钟 电话铃响了 还有一个弟弟就跑去接电话 一接 那边军部说 你弟弟已经被救出来了 原来是军队 他有那个监听嘛 所以就发现说 是这两个房子 很奇怪 应该是这个房子的电话 和这个房子 黑七八五都没有人 旁边呢 这个进进出出很多人 所以他们一听说 我们已经要给钱了 那军队也觉得很没有面子 所以他就 两个房子同时冲进去 那那个你知道绑匪也有枪啊 军人也很害怕 所以他们在外头的时候就 呼啊 他叫出了很多很大的声音 你知道 叫了很大声音 那时候我那小叔 他被绑了之后 把眼睛给封起来 嘴巴给封起来 然后他就 他也看不见 然后他旁边有一个 有一个人就是绑匪 是一直跟着他的 然后我那小叔听到外面声音很吵 他就跟绑匪讲说 为什么外面这么吵 你出去看一看 那那个人还真的跑出去 结果他一跑出去之后 正好那个军队冲进来 那个就被打死了 打死了之后就发现 这个就在他身边的这个 看着他的这个绑匪 他手上的枪 已经装了灭音器 也就是说 当他们接到电话说 钱拿到的时候 事实上他要杀人 他要杀人灭口的 为什么要杀人灭口呢 后来我们去查就知道说 这一团的绑匪有八个人 八个人里面有四个是警察 而且他不是普通的警察 他是专门专门处理绑匪案件的警察 所以如果 你有没有看到很特别神的带领 当他们祷告之后 起来 他们我亲身 他也我亲身也不晓得为什么 他会说去找国防部长 按照常理绑匪之后 你应该去报警嘛 对不对 如果你报警就惨了 因为正好报在他们的手上 因为他 他报警 这警察本身就是绑匪啊 你正好报在他的手上 这我们是因为 找军部 所以后来是军队抓警察 才把这个案子给破掉了 那破掉之后 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呢 有一个当时的也是一个 我们菲律宾一个商会的 因为我公公以前是商会的会长 他做过监事长 做过会长 那后来的有另外一个商会会长 他在报上看到 我小叔的案子破了之后 有一天他就约我先生吃饭 他一见我先生 第一句话就说 你们的神好灵哦 我先生就说 你为什么会这样讲 他说我告诉你 他说我三个儿子 有一个儿子最会做生意 你知道菲律宾环下都是做生意的 所以哪个儿子最会做生意 那个儿子就是宝贝 他说我那个儿子 有一天去打高尔夫球 回来的时候 在路上就被人家绑票了 他说我接到绑匪的电话来 他们向我要钱 我连讨价还价都不敢 马上钱就挥过去 然后呢就没有下文了 过了两天 人家就叫他去认识 他的儿子还是被杀掉了 还是撕票 所以他说他气得要命 所以等到我的小叔的案子破了之后 他就叫人家进到 那个绑匪的住处去查 就发现他儿子的高尔夫的求聚 所以他知道这是同一团 所以他就跟我先生讲说 你知不知道 你这个弟弟是第十三个 前面十二个全部都是灭口 因为这些警察不会让你活的 前面十二个全部都灭口 他说你们基督徒真是不一样 所以他说你们的神真的是很灵 所以后来这个三会会长 后来他自己 在过世之前 他也决志信主了 那我在这件事情里面 我要强调另外一件事情 神很特别很特别 前面当然我们看到神很特别的一些带领 让我们看见说他会叫我们去找军部 没有找这些警察 所以才能够找人 还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当我们确定 我的小叔被绑了之后 第二天早上 我婆婆每一天早上都是四点钟 起来读圣经 那她的儿子 你想一个母亲 儿子被绑 她的心情 所以第二天早上 她还照样四点钟起来读圣经 她那天读圣经读到哪里呢 读到以赛亚书 我们来看一下 以赛亚书 第四十九章 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 我们念二十四节跟二十五节 好 翻到我们一起来念 来 八百六十二页 就约八百六十二页 好 一起来 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 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 但耶和华如此说 就是勇士所掳掠的 也可以夺回 强暴人所抢的 也可以解救 与你相争的 我必与他相争 我要拯救你的儿女 我想你整本圣经去翻 你也翻不到 神就是这么特别 他当天就是读这段经文 只有神就把这一篇 神就把这经文给了他 所以我婆婆读了之后 她就很安心 她继续出去参加他们的姊妹会 参加他们的祷告会 所以那时候人家外面都在传说 哎呀张家的儿子都被绑了 结果教会的姊妹出去说 你们不要胡说八道 人家今天张太太还来聚会 什么被绑 其实真的是被绑 所以你就看见 我们是属乎神的儿女 在神的保守之中 所以如果你要好好的 每天读经祷告 如果婆婆那天早上不祷告 没有读圣经 神要怎么跟她讲话 对不对 很多人就说 我不明白神的行义 因为你都不读嘛 你从来不读圣经 神怎么跟你讲话呢 他怎么从天上打雷给你听啊 是不是 你真的要每天好好的去读 神常常借着你每天的读经 跟你讲话 有的是安慰 有的是鼓励 有的是引导 有的时候他会指示你该怎么样做 所以借着这些见证 鼓励大家好好的读经 你要去在你的生命里面经历神 否则你的神 对你来讲都是知识 没有用的 你要真的在生命里面去经历这位神 你才晓得他就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 好 对不起啊 我们今天时间稍微过去一点点 我们请郭长老带我们来做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爱的主耶稣 是的 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良 你的话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天父主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 那个愿意的心就是愿意每天吃你的话 当成我们灵的粮食 帮助我们 我们的灵跟神的灵能够结合在一起 让我们晓得神的旨意 帮助我们在生活上可以常常见证你 帮助我们在生活上常常可以得胜 谢谢主 把我们的弟兄姐妹再一次仰望交托 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主自己的话中成长 我们这样祷告感恩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再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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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